立委傅昆琪长期关心秀林乡境内的弱势机构 并结合花莲圣天宫和花莲秀林乡公所来捐赠白米以及口罩 29号在秀林乡公所举行捐赠的仪式 秀林乡长王玫瑰感谢立委傅昆琪花莲圣天宫的关怀 让秀林乡小太阳学堂的学童感受到社会的爱心 立委傅昆琪相当关心花莲县疫情的影响 也代表请办公室处长陈文坚关心秀林乡的情况 并且寻求社会资源来帮助原乡以及小太阳学堂来捐赠物资 日前傅昆琪立委打电话问我小太阳学堂短缺物资的情形 我马上请王乡长来了解 王乡长经过了解之后 马上跟我讲徐老师理事长徐老师的电话 我直接跟徐老师来联系 然后请他需要我们来支援什么 副立委非常关心乡亲的生活 所以说他跟我讲 现在的学童比较会吃 所以说他们的短缺的比较多的是白米 那我跟徐老师问我们来找白米支援他好不好 所以说他马上答应要求我们也能够提供白米 那今天在王乡长还有地金庙赖主委的促成下 我们兼住了三千斤的白米 然后还有两千片的口罩 希望我们的小学童生活无忧无力 能够吃得温饱活得健康 在这里呼吁我们社会善心人士 一起来人腻己腻 人机己机的善心来支助我们需要的单位 前文秀林乡的疫情非常严重 非常多的族人都受到确诊以及匡列的通知之后 都在家里休养 那因为生活上的拮据 所以副立委看到我们秀林乡 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顿 那就联合了我们花莲地金庙圣天宫 来一起来关心我们部落族人 目前受到确诊跟匡列的家庭 今天特别看到报纸 对不起 副立委看到报纸之后 看到小太阳需要这样的学生上的照顾 那他就启动了他的整个团队的一个机制 让团队来关心我们的族人 那今天特别就来赞助我们小太阳学堂 三千斤的米 以及两千份的口罩 那其实小太阳学堂他不仅是在照顾我们 他们我们一百多位 现在目前就是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童 其实在这次疫情 所有就是需要被照顾的学童 我想小太阳也是一起有去关心 那因为非常时刻 一定要大家要共体时间 修林乡长文贵表示 相当感谢立委扶宫起关心修林乡疫情的状况 同时也协助资政乡内需要的乡亲和师傅机构 修林乡公所欠逸同伦们以及村民 除了感谢之外 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防疫的工作 大家一起来度过这次难关 记得喜欢喜欢我们的 到这次难关心修林乡公所欠逸同伦们